欢迎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游泳队加油 秦海洋的走路粉现在已经是真的要排队到法国的程度了 这位小哥作为中国游泳队中硬控导播30秒 仅仅就是用走路就吸粉无数的运动员 即便是奥运结束之后 有关于他的视频依旧是在外网以恐怖的方式传播开来 外国人对于秦海洋的迷恋那也是毫不逊色于咱们的本国迷妹们 他们不仅是能够积极铲出物料 而且还能持续二创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让秦海洋能够一直走在他们的心肩肩上 其中有一位的评语最具有代表性 秦海洋是从奥运赛场走到了巴黎世家的秀场 说的是十分有道理 但谁能想到巴黎世家没有将这句话听到耳朵里 倒是Golfi捡了一个大漏 直接就将秦海洋的title都升级成为了品牌挚友的程度 该说不说这波秦海洋的流量是被Golfi抓到手里了 不过这次游泳队火的可不仅仅是秦海洋一个人 而是全队都是在外网有了名气啊 比如汪顺这位帅哥可以说是盘量条顺 只要他穿着泳裤往游泳池旁一站 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粉丝捕捉气 毕竟汪顺的身材那是被攀展乐都要赞扬说句 全世界最棒的身材啊 尖宽窄屯还有八块腹肌 别说咱们中国人懂得欣赏 就是外国人也同样一不开眼睛 更何况汪顺长得就和出水芙蓉一样 普通男人越泡水越干吧 汪顺倒是反过来越泡水越水灵 所以就他颜值和身材对于外网的粉丝而言 你们就说要命不要命吧 除了前面的两位人气帅哥人气很高之外 咱们的小将潘展乐那也是因为生了一张会说话的嘴 让外网的人终于见识到了中国00后 不仅是可以改变自己国家的职场 甚至还可以整顿外网瞧不起人的风气 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拥有更多的爱国心 也拥有更多的民族自信心 就正如潘展乐这样的00后小朋友也会越来越多 他们从来不惯杨大人的毛病 坚持有委屈就要告状 有不满就要说出来 有仇当场就给报了 所谓少年气在潘展乐的身上 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朝气和实力并存的运动员 怎么会不受人欢迎呢 我们喜欢外国人同样喜欢 而且就是因为潘展乐这种整顿风气行为 也让那些眼高于顶的外国人受到了当头一棒 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清朝 咱们有的实力和手段 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一直都是靠着实力说话 不仅是在体育圈 就算是在研制圈 我们也从来没有输过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啰意优惠